和尤昌发一起遨游音乐世界。 创作者、尤昌发、制作者、谢朝中。 副歌的音乐感 副歌演奏的困难不是随时把主要的声部弹大声一点。 这透过四声部各弹大声一点的训练,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。 副歌演奏最大的困难是音乐感和音色。 音乐感很难仔细分析,其实音色的选择也是音乐感。 副歌曲既然是对位化的,我们可以从单旋律开始了解副歌曲的音乐感。 我觉得从德福扎克的《母亲叫我的歌》这个简单的旋律,可以了解最基本的旋律运作方式。 所以,请各位先听这首歌。 听完以后,请先模仿这首歌几位演奏者的演奏。 包括速度的变化,力度的变化,以及音色的运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听副歌的形式。 讲了好几次的副歌以后,终于可以做实际的欣赏工作了。 先大概看一下形式,开始出来单独的一声步,它就是主题。 接着主题在上五度出现,同时有个对位旋律,这就是一道上五度调的主题跟它的对主题。 之后这个主题,上五度的组合,在不同声步出现了一次,并且加上对位先后形成了三、四步。 这样的形式就是所谓的城市步。 之后,出现了好几次这样的组合。 维尔的不同是在不同的调性,每次出来的不一定是四步,也不一定是三步。 这些段落的组合叫发展步。 原则上,发展步不用本调或上五度调。 墓地在跟城市不区隔开来。 在曲子快结束的时候,城市步会局部在线。 与城市步不同的是主题的高低和出现的次数。 这就是在线步。 如果你耐心地听三次,而且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主题上,一定会听到刚才的说的形式。